卡标真 我前段时间做了一期关于龟下咖啡和蓝山咖啡的视频 聊聊龟下咖啡是如何逐渐的超越蓝山咖啡的名气 后来就像这样的一个过程 说到龟下咖啡 我的观众们肯定是一点都不陌生了 我节目里面做的关于龟下咖啡的主题不算少了 这是我们最近出的一款龟下风味咖啡 我给它取名叫龟龟牛 我对你没听错这是一款龟下风味而并非纯龟下咖啡 我们接触的龟下的品种非常多 就比如以巴拿马翡翠庄园文明的龟下1931 柠檬茉莉花香非常迷人 但是价格更加迷人 还有埃塞俄比亚原生种龟下 口感柔和花香茶感 它也是目前所有的变种龟下的祖先 当然还有各种各样的变种杂交种 像紫龟下黄龟下粉龟下 龟下乌虚乌虚等等 非常非常多 另外全世界有非常多的国家地区都有在种植龟下 除了大家熟知的埃塞俄比亚 听到这么多的名字感觉好像是我们一起去非洲和拉丁美洲周游了一大圈似的 不过我也有一个计划 有机会一定要去一些产地给大家带来一些不一样的内容 接下来来聊一聊我为什么定义这款龟下风味 那是因为它并不是一款单一品种的龟下 而是用埃塞俄比亚的叶佳雪飞和埃塞俄比亚的龟下 拼起来的这么一个特殊的配方的龟下口味 所以说说白了 它是一款假的龟下 你们可能会说 你这个牛老师不厚道 你竟然卖假龟下给粉丝们先别急 我先来给大家解释一下这款龟下风味的概念 首先它跟蓝山风味还不一样 蓝山风味的咖啡是没有真正的蓝山咖啡的 它是别的产区的咖啡洞混在一起 混成了蓝山咖啡的这样的一个风味 但是这款龟下风味它里边是含有龟下咖啡的 我希望大家用比较低的价格来喝到龟下的口味 这款龟鱼牛它的定价非常低 低到你可能会觉得喝这种龟下的口感没有任何的压力 但是并不代表低价它就味道不好 我们目前收到的反馈的信息来说 大部分人都觉得它的价格和口味是物超所值的 但是它当然没有高价的昂贵的龟下咖啡的那种细腻的风味 如果你要是追求那种极致的细腻的风味 这款龟鱼牛可能不适合你 另外我想把这款龟下的风味做成一个长期的持续的高品质的产品 所以说我想通过我们独特的拼配的方式 能够让大家持续稳定的喝到这款龟下的风味 而如果是单一龟下的豆子的话 每年每个产季的味道变化会相对更大 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这两年越来越多的咖啡爱好者入手了意识咖啡机 在家里边做espresso 我想做一款对制作意识咖啡比较友好的龟下风味的咖啡 刚好夏天大家普遍都喝冰的咖啡 像这种龟下风味的带着这种果酸的酸甜感茶感的咖啡 就非常适合做成冰美式冰拿铁dirty 所以基于这么几个原因 我们这款低价口粮的龟下风味拼配就这么被我折腾出来了 我希望它能够一直的保持稳定的水准 能够让大家实现龟下自由 最后Coffice is not serious about life Cheers